梁培元的英文教室 知识阅读片第28集 认识二次世界大战第三集 你从前面往后看比较清楚 因为二次大战对人类力上影响太大 而且影响到今天 对影响都还在 我们这边是继续讲下去 前面就是一个总论度讲 二次大战的各方面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一个通论 接下来维基百科提到他的背景 二次大战的背景 What would want had radically altered the political European map We had defeated the central powers including Austria-Hungary, Germany, Bulgaria and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1917, Bolshevik seized the power in Russia which l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Soviet Union 另外, the victorious allies would have won such as France, Belgium, Italy, Romania and Greece gain territory A new nation's days were created out of collapse of Austria-Hungary and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这些长知识啦 因为一世大战太久了 但是历史啊 那你说一世大战太久 那汉唐盛世啦 这个罗马帝国呢 更不用看了 人类历史是一个连接的 我们就生而为人嘛 吃饭睡觉养家活口玩手机啊 出国旅游以外 有时候对人类历史 我们人到底是 这世界到底多大啊 这历史怎么样 这个地理 历史地理嘛 历史 各国 全世界地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世界上哪些国家 还有甚至太空啊 这个海地啊 就是多少都了解 或者政治经济都要了解 就做一个基本了解 当然如果你能力比较强 脑筋好 或者时间比较多 那你就可以更深入 就人啊 就两种 一种叫物质 吃饭睡觉 赚钱养家活口啊 过着舒舒服服一辈子 当然这世界上穷人很多 另外一方面 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 你的知识够不够 所以有的时候 人啊 就是到点程度 人家一聊天啊 你是有钱啊 或者生活过得不错啊 可以啊 可是什么都不懂啊 你的工作你可以聊啊 你家里你可以聊 看电影玩手机 你都可以聊 可是一聊啊 这个 波斯尼亚怎么样 这个是 比利时怎么样 美国怎么样 美国现任总统怎么样 大陆像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能聊 吃饭睡觉 赚钱养家活口 玩手机 看电影 购物 我只能聊这些 其他 实际上什么事情 我都不知道 这个地理什么 欧洲在哪里 亚洲在哪 搞不清楚 欧洲哪些国家 搞不清楚 那人家就鄙视你啊 到一定程度 你说不会啊 我的朋友都不聊这些 那是你的朋友啊 但是你会不会出国念书啊 会不会认识外国人啊 会不会这个 到外国去玩啊 会不会怎么样的啊 或者本国人嘛 你可能认识一些人啊 就是人家说 十字五 就是说那个 啊 弹起来就是啊 话不投机啊 什么都不懂 好 所以说在这个 一世大战 他这个结束之后呢 他 就是很激烈的啊 或者大幅度的 改变了这个啊 欧洲的一个啊 因为一世大战是欧战 二世大战是全球大战 这个正式的啊 版图 地图的 政治版图 然后呢 随着这个 defeat 就是一些 中央 中央一些力量 这个 的溃半 什么叫中央力量 就是 一世大战主要的国家 权力中心 一些国家 输了嘛 因为一世大战 一定有人输 有人赢嘛 二世大战也是嘛 打架也是有人输嘛 有人赢嘛 输了 输了这 defeat 输 动词的时候 又可以当击败 这个时候很讨厌 又可以输 又可以是赢 名词大本是当输了 那个动词 当做击败 包括呢 你说 这什么东西啊 Austria Hungary 这是澳大利亚 不是 澳大利亚是Austria 有个L Austria是维也纳 这个奥地利 首都维也纳 这奥地利不是很小的国家吗 怎么又有一个莲子 匈牙利 匈牙利也不大 奥地利 匈牙利怎么会强权呢 没知识 一世大战 以前叫奥匈帝国 它是帝国 是吧 比利时 卢森堡 那一代 波兰 什么一大堆 都是奥匈帝国 很大 那现在没有了 譬如说 汉朝很大 唐朝长在哪里 没有 但曾经很大 奥匈帝国 是那时候数一数二 全世界大的 然后德国 德国是很大 那时候也是那个 等于是德国帝国 所以整个欧洲就是这个 这个 奥匈帝国很大 当然德国是比较单一的 那保加利 当然不是很大 那奥图曼 托尔奇很大 你说奥图曼是什么东西 就以前那个 土耳其 他们皇帝的名字 奥图曼 这个是没有写土耳其 是他没写 那我帮他解释 所以要我讲 你不然翻译 他跟你翻译 奥图曼帝国 你又看不懂 就土耳其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学英文 你看维基的中文 你看得懂 但是英文你没学到 你看英文 看得懂 可是这个中文 有时候你看了 卡卡的 所以中英文 我们都看 解释一下 中文就意思 英文学到 刚上开花 我把维基百科 没有讲出来 这个补充 我们人是活的 字已经写的是死 所以刚上开花 中文 英文 还有这个常识 三合一 奥图曼帝国 就是现在 土耳其帝国很大 土耳其帝国很大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 波斯帝国 南门也很大 这个澳洲 这个土耳其 跟他附近的一些国家 所以一直在那个版图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 有些视频 有些书 说这个历朝历代 这个多少年的 世界地图 一天都要再变 一天都要再变 奥图曼帝国很大 这几个帝国 输掉 然后呢 已经1917年 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 就是那个 有点像共产党的全身 就是 西约 他得到了 西约抓住了 得到政权 在俄国 然后呢 Letter to founding 就是 引起了这个 我们建立了这个 苏联 苏联 那但是他这边 虽然是已经开始 比较细讲了 但是还是没办法细 所以必须口头上 所以这 俄国发生大事了 变苏联了 苏联就是 看起来就是 民主共和国了 可是苏联 以前不是帝国 是帝国 那皇帝去哪里 叫做 尼古拉二世 那皇帝跑去哪里 杀光光 杀光光 所以他们 布尔什维克呢 他们独体政权 后就把那个 尼古拉二世 也叫杀黄 杀黄 不知道几世 他那个是蛮残暴的 就把他全家了 关起来了 关到比如说 东宫下宫 反正 那个各地方的 这个别墅 城堡很多 关起来了 也没杀他 也没杀 结果呢 后来有一群 布尔什维克 有一些暴民的 这个冲进去 这个布尔什维克 也是很多人嘛 有的理性 有的不理性 就有一些人 冲进去 杀光了 全部杀光了 用枪 像行星似的 见人就爽 这个皇帝 太后 皇后 儿子女儿 里面 全部宰光 结果后来 有个电影 叫真假公主 结果后来 结果 一个 一个小女儿 跑不见了 结果后来 那个电影就演说 他又出来了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结果后来 他的皇太后 当时没有在里面 皇太后 在别的地方 结果后来 皇太后 本来不相信 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 全死光光了 有一个 小的孙女 跑不见了 怎么过几十年 跑出来了 当初五六岁 现在已经变成 二三十岁 变大人 认不出来 后来 结果 他确信 是他孙女 所以那个 好几个版本 也杀光了 就把那个 皇帝人 都杀光了 就变成 这个现代 现代的这个 输了 但同时呢 这个胜利的 这个同盟方面呢 这个 这个世界大战呢 包括赢的人 前面是输的嘛 这些倒霉的 没有了嘛 所以这些帝国 没有了嘛 输掉了嘛 那印度国家 包括法国 你说美国 美国那时候 美国那个时候 还在 还在自己 过自己的生活 中国呢 北洋政府啦 内乱啦 自顾不暇啦 就是 北洋政府是宣战 可是实际上 没参加 美国啦 中国啊 没参加 日本也是表面上 需要的 没有 所以说欧战 欧洲的事情 赢了国家 法国 比利时 意大利亚 罗马尼亚 这个希腊 等等 然后赢了嘛 就得到土地 然后一些新的国家 你说Nation跟State 是怎么分 State当时国家 Nation就是 民族国家 就是由那个 一种人种 或者好几个人种 所以Nation本身 又是民族 又是国 又是国人 国家的人民 好多意思 你看 国家是Nation 民族也是Nation 还有这个 国家的人 都是Nation 三合一 当然意思还有更多了 就是 由民族构成的国家 建立了 他是 从来建立 从这个 谁的王建 奥雄帝国 还有奥图曼帝国 还有 俄罗斯帝国 俄罗斯那边 一大堆国家 一大堆 奥雄帝国家 都这个 奥雄帝国家 奥雄帝国家 要这个 阻止呢 将来的战争 因为一时大战 打得很惨 就希望不要再打仗 未来不要再战争 这叫什么 League Nation 是什么意思 League大联盟 棒球 这个国家 国家联盟 不是 它叫国际联盟 可是没有International 它就叫这个名字 国际联盟 就是联合国的前身 一时大战之后 设立国际联盟 二次大战之后 设立联合国 那国际联盟在哪里了 魏菲耶免 没有了 为什么呢 它是谁创作 是美国当时的总统 威尔逊 提议 结果 那提议很好 那怎么不见 美国没参加 那威尔逊 他提议了 为什么自己不参加 威尔逊要参加 一手策划 可是美国国会不同意 哇 秋了 就像二次大战 英国的领导人 是邱吉尔 很棒很棒 名望很高 可是呢 这个二次大战打完 名望正高的时候 他要连任 那是打折水棍上 水到取证 落悬了 这奇怪 这国际联盟 后来没有搞多久 他就是 在1919年 巴黎和平的 这个会议上成立了 但是夭折 没成立多久 没了 那后面也会提到 这个祖师呢 主要的 目的 也是那个球门 也是得分 得起分 也是个 意思好多 主要的目标呢 就是去阻止 这个武装的冲突 Ging your through 所以戒息词很好用 后面跟这个名词 名字片语 随时可以插 插前面插 中间插 后面随便你 就是有这个 叫戒息词片语 他经由这个 集体 collective 整体的 我们说 收集什么 就集体的 安全 还有集体的军事 还有这个 海军的 裁军等等 然后呢 settling 就是去调解 安排一些调解 化解一些国际上的一些纠纷 经过一些这个 和平的磋商 arbitration 这也是仲裁 仲裁 磋商就是 不必经过国际法庭嘛 就大家坐下谈一谈嘛 arbitration 谈不容 有国际仲裁法庭 国际法庭是完全没用的东西啊 因为法庭它没有强制力啊 所以法律啊 法庭啊 最糟糕没有强制力 所以为什么 一般法庭会怕 因为他判决以后 警察会执行啊 比如说关键老 你乖乖就范就可以啊 你不就范 警察来抓你啊 没抓到通缉犯啊 以前15年 现在不知道多少年 arbitration 就是交由仲裁 可是国际法庭 他仲裁了 他判决啊 谁对谁不对 跟他不撩你啊 那没用 所以国际法庭没什么用 然后二十大战的主角啊 主角中的主角 中邦中的中邦就是希特勒 他名字啊 Adolf 他叫阿道夫 阿道夫他名字 外国人这个姓 下来后面 他姓希特勒 我们讲希特勒是他的姓 就像张先生 李先生一样 我们一般是讲他的 他的姓 可是亲戚人叫Adolf 他的亲戚朋友叫Adolf 不会叫希特勒 因为大家全部都叫 都姓希特勒嘛 就像那个 我叫刘培 人家那个刘先生 或者外国人家刘 那自己亲戚人 不会讲刘先生嘛 不会讲刘 我们讲的全部姓刘啊 还叫你阿培圆了 叫你什么名字 这个意思 他在一个什么之后呢 这个不成功的 就失败了 失败了 所以有种翻译啊 有时候就是 比如这种例子 你就不要写不成功 你就写失败就好了嘛 就是这个 他失败了 他去 他这个尝试去这个 推翻 推翻这个德国政府 在1923年 所以他后来坐牢了 在坐牢里面写了 一本书 说明我们翻译四个词 很有名 叫我的奋斗 这个激动人心 种下 就是后来他选举上 这是一个很大远 写我的奋斗啊 因为为什么呢 德国一次大战啊 丁方二赛条约啊 上权入股啊 老百姓 生不如死啊 过得水生活热啊 就是有隔离赔款嘛 生活不好 上面就说 哎 这个我的奋斗 就是德国的奋斗的意思啊 他应该 应该是德国奋斗的意思 但名字叫我的奋斗啊 那个德文我看不懂 只看得懂英文 中文啊 这个法文德文看不懂 日文一点点 那最后呢 他变成了德国的Chancellor 什么总理啊 所以德国 所以像梅克尔是Chancellor 他们叫总理啊 英国叫这个 Prime Minister 美国是总统啊 他们叫总理 当选了 所以这个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 俄斯大战 是不是德国 叫希摩 希特勒叫魔鬼的 摩希摩 啊 这个人把德国害死 非也非也 不是 误会大了 把希特勒误会大了 就是你说 希特勒是王八蛋 可以 可是你不要丑化他 他做了算他的 可是有些东西 不能算他的 为什么呢 这话怎么讲呢 希特勒是希摩 没错 可是为什么也不是希摩 他选出来的 你说他是皇帝 他是爸爸叫老皇帝 他这样子变小皇帝 没话讲 君主管 不是啊 明显选出来的 那你说是不是他选举的时候 不讲这些 二次大战 种族隔离 他就讲了 老百姓愿意选 所以有时候民主国家 有时候那个 比如选总统 就选出来之后 不好 大家觉得不好 对不起 不要怪他 你只能怪他 怪一般 另外就是 你要去怪那个 投他呢 你说没有投他 说跟我无关 我当时没投 当然也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投 就怪 那谁叫你要投他 他说我不知道啊 那你的问题啊 他做不好 他上了以后做不好 你要怪自己 可是你要说 我当时不知道啊 他开 他证件讲得很好啊 他开了螺旋票 我觉得很不错 那是你的问题 你不变真假 你不变真假 那这就是说 你被骗 那是你的事情 那为什么很多人 就没投他 所以德国就是 大家也不要去 完全怪希特 选出来的 而且他是什么人 他就讲得很清楚啊 所以有 有 说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 那希特呢 他就废止了民主 所以这很糟糕啊 他是民选的 可是选上后就 原型毕落了 废止了 可是呢 老百姓干不干 干 继续做 为什么呢 他说我为了 我废除民主 集权 我是为了德国 有效率 什么东西 我是为了德国 为了德国 所以政客一定讲嘛 他要专权 或者他要做坏事 他一定说 我是为了国家 为什么呀 那很多人就说 哦好好好 被骗了 那有些人就 哎呀不行啊 你虽然是 讲是讲 我谁知道呢 就是民主 民主就是民主 你就不能变专制 所以 所以有的人好骗 有的人不好骗 废除民主 Esponsing to church 这是一个radical 一个很激烈的 racially 一个人种 种族的 motivator 所驱动的一个改革 就是想改革世界的秩序 什么意思呢 这世界上有我 亚利安人 德国人 统治白人 统治 黑人 王八蛋 白种人 混蛋 但是他又跟 黄种人的 日本结盟 就种族主义 所以他后来 后来那个集中营啊 杀了这个 五六百万 犹太人 这也是一个 也算是有点误会 他不是只有 集中营不是只有 关犹太人啊 还关谁啊 关同性恋啊 还关那个异议分子啊 你说我就是 纯总德国人 可是我一天到晚骂齐特 诶赵国安 我不是有点人啊 我也不是同性恋啊 我也不是罪犯啊 我也是贵族啊 可是因为我反对 照抓 这就恐怖了 然后变成一个 Method 就是一个大规模的 重新来恢复那个 这个国防了 恢复军事的力量 我不是罪犯的 所以同时呢 法国呢 Secure他要巩固他联盟的地位 他就准许意大利 要拉拢意大利 Fringham就自由自在的去侵略 Ethiopia非洲的 Ethiopia是非洲很特殊的国家 很古的国家 很古老的国家 在人类历史上 甚至在那个希腊 罗马时代他就有参与 这个黑人国家 当然现在不行了 然后呢 意大利呢 就是 就是迪士尔希望 就在里面 去殖民他 那法国我也拉拢他 就没看到 没看到 人有的时候就是 喜欢看 哦 我要讲话 有些事情跟他 对他不利的 或者跟他没关系 他不喜欢 哦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就这个情况呢 Ethiopia就恶化了 在1935年的早 年代早期 1935年的早期 就比如2月3月这样子 当这个 上尔卑星 这个盆地呢 was legally reunited 他被德国 被德国的希特勒 所以那个重新拿到了 然后希特勒呢 因为希特勒 他就 本来那是德国很弱 但希特勒真的很厉害 很会建国 很会这个治理国家 这个马上军备啊 什么的 他非常有效率 而且他很厉害 德国本身就很优秀 然后那个希特勒就整合了下面 文臣武将 哇很快 就把国家弄强了 很厉害 就像商鞅变法一样 所以希特勒是德国的商鞅 商鞅是中国的希特勒 就是很会治理国家 很会富国强兵 reputated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否认 否认 意识大战 否认那个 意识大战的 法拉塞条约 因为德国输了嘛 你要格力配话 不得建军啊 宪法要和平啊 不承认 撕掉了 不要了 哇 那还得了 这个不认账 然后加速他的一个 重新那个备战 这个计划 整军 金武 然后introduce 也开始那个征兵 就做要侵略的一个准备 然后这时候 其他国家说 就在这 绥靖政策 一直就说 啊 我假装没看到 你不要打就好 你现在会治国 佩服 厉害 你现在开始征 那个征军队 就当作你 搬家这个好玩 就后来真的打了 所以马上 英国首相 那个 那个叫张伯仁 就不行了 就换丘吉尔 丘吉尔是强硬派 硬派 前面首相是戈派 结果 希特真的打了 戈派就被老百姓 唾弃了 强硬的希特就上来了 就带领 这个英国 打赢二次大战 其实是美国 帮他打的了 就打赢了 深思最旺 说 太好了 我是英国 名望最高 我要竞选 连来输掉了 怪了 然后这边是 讲到亚洲的部分 这边就讲到跟中国有关系了 这国民党什么意思啊 大陆人就不知道啊 很多人就不知道啊 台湾人都知道 国民党 国民党就用英来译了 简称KMT K K M T 国民党 大写 专有名词 国民党 老板是谁啊 蒋介石吗 蒋介石老板是谁 孙中山嘛 孙中山老板是谁 没有 他没有老板 他最大 所以国民党 在party 不要说宴会啦 派对啦 政党 一字多一 中国的国民党呢 launch 发动 一个统一的 unification 统一 统一国家的一个运动 一个当时军上的运动 就北伐 我们中文叫北伐 东征 北伐 剿匪 抗战 最后就输掉了 最后碰到那个 中共了 哎呀 三叶啊 什么东西 溃不成军啊 当然也不是中国 也不是共产党强 是国民党胡搞瞎搞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看事情 或讲历史 对的就对 错的就错 我们喜欢一个人 不喜欢一个人 讨厌一个人 那是一回事 可是 对的就错就错 所以一个好人 他做坏事 我们还说 不对 一个大坏蛋 做了哪天 他居然做好事 我们要说 按个赞 不能说好人 永远是好事啊 坏事要替他开脱啊 坏人做好事 也是有目的 什么 不能这样 事情怎么这样 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就是他要对抗 对抗那个军阀 叫北伐嘛 然后民意上 是民意上 统一全国 什么叫民意上呢 地方上还有很多不听话 表面上说 我投降 可是你不要管我 我这边 我的财税 我管我老板 你不要插手 但是表面上 蒋介石 介石兄 你老大 我听你的 表面上 那最大是谁 东北张作霖 这个张作霖 儿子张学良 表面上 蒋哥哥 我听你的 实际上 东北全他管 所以民意上 统一国家 在这个1920年代 可能1924 25 这样子 没有这个中期 但是他立刻 不问有什么意思 卷入了一个内战 Siple War Siple War 是国民的意思 就内战 老百姓跟老百姓打 这个反正自己人打自己 那时候我们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那时候就 民国初年的时候 专门中国人打中国人 现在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那时候 中国人专干中国人 然后又对抗 他前面的一个 这个 中国共产党 Airline 同盟 然后一些新的 这个地方上的一些 军头 我们叫军阀 那你说 为什么共产党 以前是联盟啊 现在要打 以前真的联盟 那怪谁呢 这跟蒋介石 没有半毛钱关系 跟他的师傅 跟他的老板 孙中山 孙中山联岳融共 可是孙中山 是不是真的喜欢共产党 也不是 因为没办法 因为孙中山 辛亥革命 他在想说 老子经过十四革命 终于把清朝干掉 应该是总统我来干啊 我要把中华民国啊 这个建立成世界 全宇宙最好的国家 最强的国家 结果天不从人院 没办法 他只当临时大总统 非常当 但没有当过正式大总 为什么 他煞行出现 袁世凯 袁世凯有武力啊 所以这个孙中山 就很无足啊 这国家我打下来了 江山我打下来 结果碰到死对头 碰到煞心 结果他当总统 我心里 气不打从一出来啊 那他就想说 那为什么 为什么轮不到 因为我没有实力啊 是我革命成功 可是我没有武力啊 那北洋政府很厉害啊 结果 那我要成立黄埔军校 请我的小徒弟 因为孙中山可以当他爸爸 年纪 孙中山是1966年嘛 蒋介石是1987年 差21岁 快可以当爸爸了 两代人 成立黄埔军校 可蒋介石也没办法 说报告 报告师傅 报告老板 好 谢谢你让我当 其实一开始 蒋介石也不是校长啊 就是孙中山搞他 后来才变校长 没办法 没钱 没子弹 我了解 那就找苏尔爸爸帮忙嘛 苏尔安可 苏尔叔叔帮忙 斯坦说好啊 好啊 我正想那个 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他们成立 中国共产党 我扶持他们 反正都共产党嘛 都姓共嘛 我给你武器 我给你那个 我给你这个军事顾问 包罗廷一大堆 一大堆军事顾问跑来 可是还是没 解决一般了 剩下没钱 这讲就是马上取宋 宋美龄 当然他也是喜欢宋美龄 可是为什么 宋美龄那么有钱 也不是 宋美龄他整个家族啊 他是贵族啊 当然也不是真的贵族啦 反正就是说 因为他姐姐嫁给三溪王嘛 二姐嫁给国父嘛 他就他江浙财团 银行集团 他们很熟 那银行就什么 什么都不多 就钱多嘛 所以就是透过 讲宋美龄啊 去跟那个江浙 那个银行团借钱 借钱就军饷嘛 就是要发钱嘛 发钱嘛 买粮食嘛 所以钱 就从江浙集团那边搞过来 军事武器啊 这个战略啊 军事教官就从俄国 所以那时候 联俄融工 但是后来翻脸了 后来蒋介石不干了 在1931年呢 就是陆续增加了 这个日本呢 就富国墙壁 明治维新开始嘛 明治维新谢谢谁呢 是不是靠日本 当然不是 靠谁 美国 所以美国以前 有个总统名字忘了 就是他派一个烧将 在033间 就是打开日本 到日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漂亮过来过去 就日本一开始 跟他不高兴 两边对干 日本说 哎呦 我还在射弓箭呢 还在用锚来刀枪呢 根本碰不到你 大炮子弹就过 哇 日本说这个好啊 赶快明治维新 日本也很大气啊 啊 没关系 误会一场 他不打了 来我帮你 他就明治维新 所以那个什么 末代武士就讲那个故事啊 日本就厉害了 起来了 当中间有很多 这个文成武将 很厉害 然后呢 他导致了这个啊 就是对中国的影响 在first step 第一阶段 然后那个 这个政府呢 就看到这个啊 这个国家的一些权力 就是 意思就 意思就说 日本燃止中国了 六个字了 日本燃止中国 日本当时想法 根本也没有 要入侵中国 所以一开始呢 为什么 因为日本太冷了 太北 很多 而且山地又多 自然资源很少 他一看 东北地大物博 东北穷啊 日本已经明治维新开始了 船间炮利 所以他想跟那个东北王 张作霖合作 我们共治吧 我来修什么 什么满洲铁路啦 然后我给你很多 科技啦 经济资源 我们来共治一下 但是你这边 没啊 多啊 我们来 这个来分享一下 分享 分享 分享一下 张作霖是 爱国主义者 他本来是马贼啦 想马 红胡子那种 他不干 所以那个 那个 日本就不高兴 把他炸死了 炸死了 然后说 敬酒不吃吃罚酒 闻着不行 来捂着 好吧 要好好跟你说 我们来共治 我们出钱来帮你 建设东北 你不要 我们就完整的入侵 入侵东北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日本当时教科书 小孩子不懂事 就说 哎呀 我们这边没有什么梨子 水果都没有 小孩子喜欢吃水果 喜欢吃肉 学习说 教科书就开始洗脑 所以这个小学课本 洗脑很厉害 小孩子不懂 你教他什么 就念什么 这个东北 这个梨子很好吃 苹果很好吃 这个什么都很好 小孩子 哦那好啊 东北好啊 那什么东北中国 打过去 小孩子 哎好哎好哎 就是 所以日本人被洗脑 哦东北 我们就把他拿下来 然后他stage发动 本来是阶段 可以当动物质 发动 发动 牡丹事件 什么叫牡丹事件 牡丹 牡丹花吗 不是啊 牡丹花别的字 918事件 可是没有918 这牡丹 牡丹是什么 就奉天 啊 这个 就是沈阳呢 那边啊 就是 诺尔哈斯 满清的老家 就发动918事件 啊 当做一个借口 PRETECH借口 就是 什么借口 就是啊 我们的日本军人不见了 可能被杀掉了 还得了啊 你们这个 东北人 中国人杀我们的这个 几个军人 好像也不多了 各位数了 这不得了 就借口嘛 反正就当借口 哎呀 这不得了啊 我要开始发动啊 我要开始挨家挨户去收啊 这些借口嘛 就侵略了满洲 Manchuria是满洲 然后建立了啊 一个 POPY STATE POPY什么意思 傀儡啊 什么叫傀儡啊 就是墨尔西啊 墨尔西人操纵 谁叫傀儡啊 操纵这个满洲国 找谁当皇帝啊 如果要投啊 你不能日本人啊 当投 东北人不干 找了溥仪废地 被废掉的皇帝溥仪 溥仪好高兴 哇 本来没事干啊 因为溥仪本来 本来中华美国建立的时候 本来是说 让他住在皇宫 不错 后来被那个 被张勋 这个神经病 进去把他赶走了 赶走了 没事干 日本就找他 溥仪 你现在没事干 来 你是皇帝熊 请你来当 所以他们的年号叫什么 叫康德 年号叫康德 满洲共和国 当国民党叫为满 他们当自己 不会有伪 假的这个伪 满洲共和国 皇帝就是溥仪 哦 很威风 但实际上要听日本的 这一期先讲到这里